大家好,2018年6月2日 各位漫迷早晨,歡迎來到今天的漫迷早晨節目 今天有兩個題目,第一個題目是好消息,費Sir出院,一定要先說一說 第二個題目是關於清份有三個簽約儀式 第一件事,今天說費Sir根據消息報道已經出院了 這個報道是太陽報的報道 也很感謝Eric和Ken兩位報料給大巴聽 所以這麼早起床,我就知道這麼好的消息 儘管看看太陽報有什麼要說 費Sir住了醫院,其實不夠一個月,已經很開心 可以比較上復原程度,比較理想 已經出院了 當然還未完全康復,但 已經不需要在醫院處理,可以回家休養 有個消息人士跟太陽報說 大家都知道費Sir是一個贏家 所以這一場戰爭,他永遠都不會輸 他已經可以站起來了,也可以離開醫院 但他非常感謝醫院的人員照顧他 他的方伏的進度是非常好的 只是時間上來說,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到夢之劇場 奧脫福看球 暫時來說,他都可以放肩膀 他應該可以看世界盃 當然,我猜他的意思是在家裡看 不會去俄羅斯 再說一點 這個就是太陽報當時的報道 他一醒來就問他兒子對球打得如何 這個真是假,我不知道 但起碼,這個就是他的兒子 Doncaster的領隊 Darren Ferguson 這個就是費Sir住的醫院 不論如何都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好的消息 希望費Sir真的可以快點快點 完全康復 去到奧脫福看球 看樣子 這個日子都不是太遠了 應該很快 有一個估計 這裡的估計 這個報道也有一個估計 可能8月開列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有精神 和康復程度 可以去奧脫福看球 我們各位賣賣職管 看看可不可以發生 這件事 暫時來看 我都覺得挺有信心的 OK 好,講完費Sir之後 就講三個年青球員的簽約 其實這三位年青球員 已經在踢我們的U18 官網報導了 一個星期內 三個簽了職業合約的第一章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剛剛夠年齡 當你打U隊的時候 夠年齡 十七歲生日後 就可以簽這個正式的約 第一個就是Ethan Gabriel 這個呢 如果大家有看開 曼迷早晨 有跟我們看過兩場 WATCH ALONG 青年隊的U18的WATCH ALONG 可能都有印象 這個球員 一個中場指揮官 他就是北愛爾蘭的 籍球員 也在我們來說 贏了這個 北聯賽冠軍的一個功臣 他也贏了 四月的最佳入球 中場 又打了十五場 十五場 開始 即是一個正選 在Makina 那裡也是 令到 在全國冠軍那裡 對車仔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但是當然 那一場我們最後就輸了 那 Gabrie就說 這是一個很高興的時刻 即是很高興 即是很 值得高興 給他和他的家人 小時候 已經很想踢球 尤其是在全世界最大的球會 更加是一個夢想 那 再說一次 I'm very proud 就是希望可以來這裡 從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 令到我的職業球員生涯 繼續下去 那 今年來講 是非常好的一年 我們贏了聯賽 但是 這個是一個 本來的 一個家長 那 我剛剛也入了一球球 對萬成的時候 我想他也非常開心 那 他就說 尤其是 原來 對萬成那球 是他在球會的第一個入球 他也說 在馬聯 住下來 就覺得非常好 他和他家人都可以的 感覺非常良好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簽這個職業合約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James Gardner 那 James Gardner 就是英格蘭球員 那 原來他也是U17的隊長 那 他就剛剛 在歐洲的 歐洲的 歐洲杯 年青歐洲杯的時候 剛剛打完 英格蘭 就代表英格蘭 去到這個四強 那 他也很開心 那 他也是中場球員 那 他就是 但是 很可惜 他在 全國的冠軍對 車仔那場 他就打不到 因為他就代表英格蘭的比賽 所以他打不到 所以令到我們 當時的實力 都有少許打折扣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U18就是這樣的 很多球員 有時上了U23打 有時代表國家隊 那 所以呢 其實U18的領隊 或者教練 都是很考功夫的 出場 因為他們的變動比較多 好了 那 那 他的出生地 就是 Burkenhead 很近 很脫福 所以這個也是很曼聯的人 那 就 第一張 職業的 約 他就說 很明顯 我其實 由八歲 九歲已經開始 是想做這件事 想踢球 那 他都說 I'm proud for myself and my family 就是他很開心 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但是他都說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來的 我媽媽 爸爸 爺爺 和他媽媽 都全部來 這個非常非常 整家很開心 很值得高興的事 那 他就說 更加特別的 就是 我可以在奧住福 簽這張約 那 絕對來說 在這個 EON的訓練 complex 就是訓練場地 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他 基本上都 留了很多時間 那 今年贏了聯賽 有一個很好的球櫃 也都被 提名 做這個 年青球員 最佳年青球員 他覺得 這個 就已經是一個 非常非常之 差不多是完美的 賽季 對於我來說 那 我現在就會休息一休息 但是 回來的時候 就會 更加努力 回來這個 P Season的時候 希望 他明年的時候 可以一開始 就打得很好 還有 整季 明年的下一季 他也可以更加進步 老實說 當你簽了這個 專業合約的時候 如果打得很快 就會提升上 於23 然後 可能 像福仔那樣 連升幾級的話 很快就上一隊 我想 對於這些球員來說 萬聯比一張 職業約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 是一個很大的 踏腳石 好 第三籤 一個禮拜之內 第三籤 就是 Dion McGinn 如果沒有記錯 他也是英格蘭球員 我先做了資料 先看清楚 沒錯 他也是英格蘭球員 也是中場 也是中場 但是有趣 在球會的球員資料 那裡 就說他打邊 但是他在這個 簽約的訪問 就說打中間 所以儘管看看 那我就 不太有印象 他打什麼位 好老實說 因為我看他踢的球 就不太多 好了 剛剛有17歲 入了U18 那裡 今年出場了13場 但是有10場 都是後備的 所以未必是一個常規正選 但是 他就說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控制員 在中場 又可以打到10號位 是一個澳涵出生的青年球員 明年 仍然可以打U18 那麥基 亦在EON的訓練 中場 簽約 原來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 Gabria 和James Gardner 原來還有一個 Brandon Williams 我想之前 較早已經簽了 這個職業合約 這樣 又是一個 驚慨的時刻 所有三位球員都說 這是一個很驚慨的時刻 他們都很驚慨 在曼聯 很驚慨 對他們來說 家人也是 他就說 很開心 簽約 我做得非常用功 還有 有聽我的教練說話 聽他們的意見 還有很開心 很享受做這件事 有記者問他 誰影響你的成長 暫時足球方面的成長 他說他的家人 他的教練 幫了他很多 幫助他 成長 或者改善 就不只踢球 作為一個人 所以這件事 是我們曼聯青分 很著重的一件事 除了踢球之外 你的性格 那些 其實都會盡量去幫你成長 當然 亦都會跟他們的家人 一起合作 他就說 曼聯有最好的哲司 在這個國家裏面 也都是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球會 他就說 他自己會形容自己 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中場 以及一個很全能的球員 他可以打幾個位置 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個很有入球的觸覺 他就說 他就說 作為一個職業球員 他就很有信心 給了他很多信心 令他下季可以繼續踢好球 不過這件事 Dion McGee Dion McGee 球員 我們要提提你 因為摩連奴 說得明 如果摩連奴繼續教 他就喜歡 一些專門的球員 即是說 你在某個位置 打得非常出色 就不太喜歡 平均 幾個位置都能達到的球員 這件事 我跟摩連奴 持一個相反的意見 但是 Dion McGee 他始終 希望快點上一袋 暫時 這兩三年 可能都是摩連奴 做教練的話 我覺得 年青球員 我們經常說 打多幾個位置 沒有問題 但是 一定一定要 起碼有一兩個位置 一定是很厲害 很厲害的 令到摩連奴 見到的話 你就上機會 上一隊的機會 大一點 如果你想作為一個 多功能的球員 根據摩連奴說 機會相對來說 會小 所以這件事 要小心 但我不同意 我真的覺得 年青球員 應該要試多幾個位置 繼續說 阿密基就說 簽了這張合職與合約 其實絕對來說 是一個信心 一個很大的支持 他就說 我已經 今季來說 我已經有了我的入球 以及我的目標 已經達成了 所以 明年希望可以更加推進 現在來說 暑假 可以休息一休息 明年 回到來的時候 他也會更加去Hungry 有這個學球去踢球 以及入球 所以這三位球員 恭喜他們 包括 Ethan Gabriel James Gardner 以及 Dion McGee 希望他們三位 能夠有一個好的 職業球員的生涯 三位都有看他踢球 都是相當出色的 三位都是中場球員 老實說 希望我們 接下來可以幫助到 我們 遲些有自己訓練出來的 中場球員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在青年球員 我們都買了很多 很多中場 所以 他們的競爭 可以告訴大家 非常激烈 我很希望 他們作為一個 量身競爭 OK 始終這個時候 沒有可能不講轉會 講少許轉會 轉會 都是講巴爾 這裏沒有什麼好說的 說真的 但又有一個新的球員 出來 就是這個 剛才我看到的 阿Fred 也繼續有說 這裏就說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說真的 都是那些傳聞 暫時都沒有一些很梳力的 出現 但我剛才看到一個報道 我想跟大家說 少許 看看 找不找得回 突然間 沒有了 因為 Refresh了 因為我想 一路錄音的時候 他自動幫我Refresh了 所以我看看 找不找得回那個報道 找不回 不要緊 我憑記憶 真的有很多新的東西 找了 找不回 不要緊 其實有個解釋 摩連奴 為何會去看 奧地利對俄羅斯 那場球 其實大家以為 他是在阿蘭道域 之前我們也有說 原來他對另一位俄羅斯球員 有留意 俄羅斯球員 就是摩路雲 所以各位轉的小組成員 如果你看到這裏 請你們留意一下 奧羅斯這位高魯雲的球員 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資料 關於他 如果有的話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OK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明天會再和大家聊天 廣晚亂 拜拜